欧洲必去旅游景点 第二十名 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是希腊岛屿中最大且人口最多的岛屿 也是地中海的第五大岛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较难 比起圣托里尼岛 米克诺斯岛等爱琴海岛屿的气候相对的温和稳定 这里有许多美丽的海滩 你可以尽情地在这里享受许多水上活动 其中Lafonese海滩是最著名的粉红色海滩 而Belos海滩则是另一个美丽的白沙海滩 克里特岛保留了最漫长的西方文明史 是希腊文明乃至最古老的米诺斯文明的源头 它分别经过罗马、拜占庭、威尼斯和奥图曼土耳其的统治 因此融合了各时期旧统治者的文化气息 鉴于3000多年前的克诺索斯宫市岛上最重要的考古遗迹 里面有1400个房间、古庙和许多的历史建筑 你可以用践行的方式参观萨玛利亚峡谷 它是欧洲最长的峡谷 艾达山是另一个践行景点 它是岛上的最高峰 山上有个山洞听说是天神宙斯出身的地方 第19名 格拉茨 格拉茨是奥地利第二大的城市 在这个保留着最多奥地利古老文明的城市里 拥有奥地利最多的绿地 所以它也被称为是奥地利的绿色心脏 这里和第一大臣维也纳不同的是 格拉茨没有充斥着连锁咖啡厅或是高档的精品购物区 它是一个适合步行的城市 你可以在这里愉快地漫步数小时 从旧城区你可以选择践行或搭乘缆车上山参观中欧的文化遗产 包括格拉茨的地标 大钟楼 城堡山 以及山丘上的博物馆与建筑等 下山后你可以沿着中央广场步行 参观这里遍布的中世纪建筑和许多世界知名的博物馆 这里收藏着丰富的中欧古文明文物 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性兵工厂 现代美术馆 历史文物馆和艺术品收藏展等 第18名 刘森 刘森坐落于瑞士的中心地带 它依靠着美丽的刘森湖畔 而它的四周被壮观的阿尔卑斯山所包围 这个城市被称作是袖珍版的瑞士 也保留着丰富的中世纪历史建筑 你可以在刘森湖游船 然后逛逛湖边的圣莱奥德加尔教堂 另外刘森也是瑞士许多知名山峰的主要交通枢纽 像是瑞吉山 皮拉图斯峰 以及石丹峰都可以从这里出发 漫步游览 你可以前往城市参观卡贝尔桥 它是刘森最重要的地标 也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 横跨着洛伊斯河 上有盖顶 蜿蜒河上 有如一条水上长廊 另一个重要的地标是垂死狮子巷 它位于狮子广场附近的公园 它的建成是为了纪念在法国大革命时牺牲的850名瑞士雇佣兵 第17名 维也纳 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也是最大的城市 除了保有许多历史建筑文化景点外 也因为本身丰富的音乐历史遗产而被称作是音乐之都 莫扎特 贝多芬和舒伯特等音乐家都曾为这里的街道增添光彩 这个浪漫的城市 是哈布斯堡帝国的旧址 所以这里四处都是壮观的帝国建筑和宫殿 整个城市都充分地展现了前任君主在财富和权力方面的影响力 美权宫是一座巴洛克的艺术建筑 它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 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御用皇宫 现在也是维也纳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圣斯德旺主教座堂是罗马天主教的母教堂 也是维也纳大主教的所在地 这里是浪漫主义者的天堂 你可以在市中心乘坐马车 参观皇宫 然后再到歌剧院欣赏歌剧 第16名 克洛纳基尔地 克洛纳基尔地是爱尔兰的音乐之都 不论是传统或现代音乐 来到这个小镇的酒发 你几乎每晚都能听到乐团的现场表演 许多著名的音乐家都定期来这里演出 他们同时也为这个小镇带来许多活力和贡献 这个小镇也以美食闻名 其中这里的黑布丁最受外地人青睐 黑布丁是一种血肠 血肠是香肠的一种 主要成分为动物的血 混入一些肉及脂肪 通常和早餐一起搭配着吃 也有人把它炸来吃 每年这个小镇都会举办许多节日 其中包括国际吉他节 音乐节和美食节等 吸引大量的游客来此一游 第15名 雅典 位于希腊的雅典是一个自公园前五世纪就有人居住的城市 这个城市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它赋予了世界民主的概念 在过去的十年中 雅典多次被评为是人气最旺的欧洲旅游景点 它最受欢迎的景点集中在老城区 尤其是雅典卫城周围 雅典卫城是雅典的地标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这座神殿是为女神雅典娜而建的 它装饰着美丽的雕塑代表了希腊艺术家的最大成就 卫城顶部的帕台农神庙是雅典的宗教生活中心 它是雅典的权利财富和高尚文化的象征 这间神庙也是希腊最大且最奢华的寺庙 周边的卫城博物馆与国家考古博物馆也是热门的景点 这里保存了许多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文物 巴伐利亚位于德国东南边 它是德国最大的邦 大约占五分之一的德国国土 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它与奥地利和杰克接壤 多瑙河横冠中间 南边紧邻阿尔卑斯山区 巴伐利亚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包括壮观的山峰 连绵起伏的丘陵 以及美丽的湖泊 新天鹅堡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堡 它坐落在西南边的阿尔卑斯山上 城堡的建造源自于一个童话故事 路德维希二世国王设计了它的梦想城堡 从此启发了更多现代的童话故事 有人说 新天鹅保卫迪士尼睡美人中的城堡提供了灵感 慕尼黑是巴伐利亚的首富 也是德国许多顶级旅游景点的所在地 在伊萨尔河上 沿着阿尔卑斯山的边缘 它是探索巴伐利亚的最佳路径之一 另一个不错的路径是慕尼黑的马利亚广场 这里拥有一流的博物馆和传统的德国建筑 也是许多文化活动的主场 第十三名 罗马 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 它连接意大利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交通 十多年来 一直是世界上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 罗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它也是地中海文明的重要源头 和古罗马文明的发祥地 它的建成历史悠久 可靠的城市历史长达2800多年 是欧洲最古老且持久的城市文明 人们来到这里 是为了发现世界之都 和罗马帝国的力量 罗马经济场是古罗马时期最大的原型决斗场 被认为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圣伯多禄大殿是梵蒂冈市中心最知名的建筑 也被公认是天主教会最重要的象征之一 这座大教堂开放对外参观 你可以来此接受教宗的祝福 特雷维喷泉位于市中心的特雷维广场 是罗马最大的巴洛克风格喷泉 这座喷泉以雄伟的玻璃宫为背景 上面树立着罗马海神涅普顿和其他神话人物的雕像 游客通常会在此投掷硬币 以祈求好运 万神殿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标之一 这座古老的罗马神庙屹立在罗通达广场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 不仅是座美丽的教堂 也是拉斐尔和维托里奥 爱曼纽国王等一些意大利最重要人物的历史墓葬地 第十二名 布拉格 布拉格是捷克的首都也是最大的城市 它是欧洲的文化重镇之一 这座有着浓厚童话故事气息的名城 除了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堡群外 更是中欧重要的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之一 布拉格的城市历史可追溯到几千年前 它过去曾是波西米亚王国的首都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都 而在近代的奥匈帝国中 它亦是相当重要的城市 布拉格最热闹的景点大多集中在旧城区 它的大小市中 绝大多数的景点都在步行范围内 老城广场是所有来访的游客必到的景点 这个广场中有许多著名的建筑 包括著名的天文钟和钟楼 哥德式的泰恩教堂 以及巴洛克式的圣尼可拉教堂 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查理士乔 是布拉格另一个重要的地标 这座横跨福尔塔瓦河的美丽桥梁 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 在15世纪初期下令新建的 你在接近日落时分来 就能欣赏传说中的金色布拉格 拍下浪漫的布拉格夜景 阿玛尔菲海岸坐落于苏联多半岛 沿着意大利的西南侧 绵延了50多公里 它被称为是欧洲最美丽的海滩 这里深受艺术家 名人和皇室的青睐 目前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旅游圣地 沿着崎岖不平的海岸线前行 周边有许多的传统渔村和中世纪的村庄 形形色色的建筑坐落在陡峭的悬崖上 万般风情令人看了心旷神怡 其中阿玛尔菲、拉维洛、波西塔诺 是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村庄 阿玛尔菲过去是意大利最强大的海上共和国之一 至今仍保留许多旧时光的魅力 它坐落在一个深谷的谷口 面积大于阿玛尔菲沿海多数城镇 这里曾是阿玛尔菲公国的首都 以生产柠檬味道的利口酒闻名 拉维洛以每年夏季举办音乐节驰名 也被称为华格纳音乐节 名字取自伟大的德国作曲家华格纳 在音乐节期间 这里会举办各种歌剧和音乐会来庆祝古典音乐 是这座小镇的年度热门活动 波西塔诺主要分布在高山与大海之间的平地上 一排排色彩缤纷的房子 由上而下竹岩石而居 最后与迪勒尼安海的平静蓝色海浪融为一体 第十名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是土耳其的一个城市 它横跨两个海岸和两大洲 一只脚在东方 而另一只脚在西方 由于这个城市先后经过罗马帝国 拜占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三个帝国的统治 多元的文化融合促使它完美地建立起包容东西文化的人们 在这里随处可见融合基督教和伊斯兰交特色的遗志 伊斯坦堡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 它是古丝绸之路的途经地 也是欧洲和中东铁路网络的交汇处 以及黑海和地中海的海陆必经之地 蓝色清真寺是伊斯坦堡最重要的地标 也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国家清真寺 它的设计结合了传统伊斯兰建筑以及拜占庭式建筑的特色 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有着近1500年历史的宗教建筑 它以巨大的圆顶而闻名于世 是一栋拜占庭式建筑的典范 托普卡匹皇宫是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宫殿遗迹 这里曾经是国家仪式及皇室娱乐的活动场所 第九名 拉赫地 拉赫地是芬兰的一个城市 位于首都赫尔辛基的北方 大约一小时车程的距离 这个城市是一个著名的绿色城市 坐落在Vassajarby湖的海湾周围 它保有大片美丽的森林和公园保护区 以及拥有许多践行小径和观景点 拉赫地在国际间也以冬季的运动场闻名 它是北欧一个相当重要的滑雪场地 曾经多次举办滑雪锦标赛 萨尔帕乌斯山由西向东贯穿拉赫地全城 从地形上来看 那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滑雪场地 宋利在那里的跳雪跳台 是这座城市的地标 每年冬天这里都会举办芬兰的 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滑雪和跳雪比赛 第八名 赖梅亨 赖梅亨是荷兰的一个城市 坐落于莱因河、莫兹河、河瓦尔河之间 三河交叉环抱着这座城市 形成了壮丽起伏的河流景观 占据了完美的位置 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被大自然所环绕 是一个近年来新兴的热门旅游景点 也是一个著名的绿色城市 来到这个荷兰最古老的城市 会让你觉得自己回到了罗马时代 当奈梅亨还是罗马人的行政和经济中心时 罗马人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宏伟的历史建筑和广场 其中荷兰最古老的购物街 Lenghazelstra也在这座城市 使它成为欧洲最闪耀的旅游城市之一的 不仅仅是丰富的文化历史 这座城市也充满了热闹的广场、公园和购物街 还有路边的咖啡厅和餐馆 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活力 第七名 伦敦 伦敦是英国的首都 也是英国最大的都市 它是所有银行必须进驻的金融重镇 也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 它与纽约以及东京 并列为全球的三大金融中心 中伦敦 又称为伦敦市中心 是伦敦最多知名景点的地区 伦敦的交通相当的方便 基本上买张London Pass搭地铁或是坐公车就能玩遍整个市区 很多伦敦的景点之间的距离都不远 你也可以选择用散步的方式来漫游整个城市 伦敦塔桥是横跨泰晤士河的一座高塔式铁桥 你可以登入塔桥参观它的建造历史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整个泰晤士河的美景 它是伦敦最重要的地标 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在伦敦的主要寝宫及办公处 也是国家庆典和王室欢迎礼的举行场地之一 著名的卫兵交接仪式也在此进行 西敏宫 又称国会大厦 是英国国会的所在地 它是哥德复兴式建筑的代表座之一 著名的大笨中就位于西北角的钟楼 圣保罗座堂是英国圣公会伦敦教区的主教座堂 它是巴洛克式建筑的代表 有着壮观的圆顶 第六名 奥拉底亚 奥拉底亚是罗马尼亚的一个城市 坦克勒时河流旌旗中将它一分为二 这座城市以新艺术风格和巴洛克式建筑而闻名 它的建筑遗产是如此的独特 以至于这座城市被评为是欧洲最美丽的新艺术风格城镇 联合广场是这座城市的焦点 这里的周围到处都是美丽的建筑 包括有黑银宫、主教宫、月亮教堂、市政厅和天主教堂 这是一个完美的步行大型开放空间 设有喷泉和绿地 你可以在那里享用咖啡 或者是观看四周的城市风光 黑银宫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 它采用罗马尼亚最具代表性的分离派建筑结构 从联合广场网上看 它在外观上有花卉和动物的造型装饰 再加上结合巴洛克和洛可克元素 使它成为20世纪初的建筑杰作 Kalia Republicii是这里著名的步行购物街区 你在漫步的同时可以随意观看 这里到处都是新艺术风格的宫殿 其中最吸引目光的建筑是号称最沙底片的粉蓝色皇宫 Moscowicz Mixer Palace 第五名 鲁问 鲁问是一个比利时的城市 它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东边 这座城市被称为是书籍和啤酒的圣地 它以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 和世界上最大的酿酒厂而闻名 鲁问大学是比利时的第一所大学 它建于1425年 被认为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 这座百年历史的大学校园里 到处都是历史的建筑和雕刻 你可以选择用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方式来探索 鲁问拥有世界第一大的啤酒制造厂 百味英博的总部就设在这里 理所当然这座城市也被称作是比利时的酿酒之都 除此之外它还有着比利时最兴旺的酒吧文化 世界上最长的酒吧就坐落在Day Market的集市广场里 这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餐馆和酒吧 你可以尽情地享用从产地直送餐桌的啤酒或葡萄酒服务 搭配着各种美食 尽情地享受悠闲的时光 在这个适合漫游的城市里 第四名 普罗夫迪夫 普罗夫迪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城市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有超过6000年的历史 比罗马 雅典 和军事坦丁堡的年代还要久远 这座城市最早的人类痕迹 可以追溯到麦西尼文明时代 当你在这座城市漫步时 就好像走入一个人类进展历史的博物馆 老城区是这里必去的景点 历史上它曾是首位用的城堡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世纪的 Hissarch Pier堡垒大门 再来会经过一系列中世纪的建筑与教堂 在参观完古罗马剧场后 可以在登顶上Nabitib军事堡垒 在那里你可以俯瞰市区的全景 古罗马剧场是其中最著名的城市地标 它是一座罗马圆形剧场 你可以坐在古老的大理石座椅上 欣赏这里的歌剧院表演 体验中古时期的历史氛围 第三名 雅眠 雅眠是法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在圣阿舍勒街区发现的石器遗迹 就证明了这座城市早在旧石器时期 就已出现人类的活动 雅眠也是法国的文化之都 它是唯一拥有两处景点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法国城市 雅眠主教座堂是雅眠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它不仅是法国最美丽且最大的哥德式大教堂 而且也是拥有最高教堂中殿的中世纪教堂 教堂建于13世纪初 它的长度有145公尺 高度有42公尺 它在建成之初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走入教堂里面 在地板上有专门为朝圣者设计的迷宫 施洗者圣约翰的遗物 小教堂和彩色玻璃窗等等 你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参观一下 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吸收 雅眠的另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是雅眠钟楼 钟楼通常建于11世纪至20世纪之间 而且大多位于市中心 与当地的市政厅或教堂相连 在那个时代 钟楼代表了城市的重要性 相当于那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第二名 马贝拉 马贝拉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度假圣地 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太阳海岸 它也是西班牙最受欢迎的度假景点 每年都吸引了许多寻求海滩度假的人们 这座临近地中海的城市 拥有16英里壮丽的海岸线 许多美丽的海滩 最顶级最奢华的夜生活 购物区和餐饮场所 你可以在一流的米其林餐厅用餐 在高档的精品店购物 在小吃吧放松身心 在风景如画的沙滩上沐浴阳光 或探索这座城市历史悠久的部分 第一名 卢布尔亚纳 感到意外吗 谁会想到 像斯洛维尼亚这样一个小的国家 居然会是一个最多样化的东欧国家呢 斯洛维尼亚被克罗埃西亚 匈牙利 奥地利 和意大利这四个国家包围 它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 这里有海边 有阿尔卑斯山 有起伏的丘陵 也有薄光灵灵的河湖 当地人开玩笑的说 在同一天内 你可以在下雪的高山 度过一个上午的滑雪时光 然后在海里度过一个下午的游泳时光 卢布尔亚纳简直就像是真实的童话王国 来到这里 你可在室内尽情的探索 如迷宫般的行人专用的古老街道 参观庞然耸利的堡垒 13世纪的修道院 和连接新旧两区之间的大桥 沿着卢布尔亚纳合奏 你可以观赏文艺复兴风格 巴洛克风格 新古典主义 和新艺术运动等多种帝国风格的古老建筑与桥梁 在山顶上的卢布尔亚纳城堡 则可以俯瞰整个古城的美景 这集的旅游影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按赞 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会